香港外戶動物協會昨晚發表聲明 對漁護署捕殺野豬的行動表示嚴厲反對 外協認為在任何情況下 野生動物的管理都應先採取非致命性的方式 而民主黨南區團隊昨晚發表聲明 譴責漁護署殺豬網稱人道 建議政府立即放棄極不人道的殺豬方式 並重新檢視過去野豬絕育的成效 回應市民認為能夠人豬共存的訴求 同時呼籲市民停止餵自野豬 以免令政府藉口誘殺 漁護署助理署長陳堅峰今早在港台節目表示 捕獲的7隻野豬非常大隻 對公眾風險非常高 他堅稱處方處理方法人道 對於設立冷靜期的建議 梁堅峰強調行動有迫切性 因近年發生多宗野豬傷人事件 曾於2012年創作舞台劇 《野豬》的香港編劇莊梅岩 今早在Facebook發文 引述劇中的對白 我們已經看不透這個城市 很多東西我們都看不透 他還表示感謝2012年香港藝術節 毀約設計師創作 又寫到那些年一切都是那麼不同 那麼的不同